被称为是史上第一女贪检的这位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 因为涉嫌长期社会包庇赌博性电玩业者 时间长达六年多 她的不法金额所得超过了2300万 在去年11月法院裁定积压禁件 整个案子今天侦查终结 陈玉珍被依贪污罪起诉 不过她不认罪因此被求刑最严厉之刑 无期徒刑同时耻夺公权 戴着口罩的女子由法警搀扶下车 她就是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 因为包庇赌博性电玩业者 收费长达六年多 特征组八号上午争结 将她依贪污罪起诉 求处最严厉之刑 无期徒刑并持座公权 压也压了 病也病了 特征组女幻中产 女总要 你总要有证据你就扮她吗 今年一月陈玉珍涉案重大被严压 母亲气不成声 强调女儿清白 但根据特征组调查 陈玉珍从88年12月 开始向失信业者收费 每个月35万 甚至连调通联记录 都收费20万现金 六年多来不法金额高达2325万 你给她2200万 我没要证实的 特征组还查出 陈玉珍为了掩饰收费恶行 还利用自己家人 以及好友家人的账户 当人头账户 互相汇转 之后再购买股票基金 同时还买法拍污 将三款漂白 洗钱过程有如9万18拐 犯刑事证明确 也是历年来司法官涉贪层级最高 史上第一位女贪检 被求处最严厉之刑 得为自己扮刑付出代价 中间新闻林正义王月芳 宋和报道